DantownTown 這個價錢已經算是貴的 是DantownTown 我想問那個湖景是真的很值錢的 你不估計的行動去看 你覺得 以前那位客人買了這裡之後 他打算放租的 如果好像現在這樣 大概時間租給你錢 但之前說過Dantown或MidTown的行動 其實你買的房子未必是包車位的 歡迎 今次就是KC 帶我來看客人買的房子 準備放租了 這裡其實是一些貴價的地段 大家去露台見到湖邊就知道了 我們先參觀一下 不如我們剛剛進來的門口 中間有一個椅子 煮東西吃 我覺得這游來的感覺很大 但因為樓底高 對 如果你們知道這個樓底 起碼都十尺 其實已經十尺 空間感就夠了 因為如果我幻想是八尺 你其實是沒有這個感覺 再新少少 九尺 好少少 不過都沒有這個感覺 這個十尺 加上落地玻璃 空間感就夠了 好 然後看看廁所 下次 我覺得只有一個廁所 對 這個也是一個廁所 這個下次就是4P 8P 現在就是5P 開一下這個 先 這個 是 這個 衣服 在廁所裡面 然後就是 廁所 那都是飯桌和梳化 怎樣吃的 最主要就是通常這些 concept 我們叫 open concept 就是 living down area 通常吃飯有機會的人 都是一級的 有一個人煮 通常有機會都是在那個isle 就不會再放在桌子上 或者可以放一個很小的 coffee table 在這個窗口 到這個 這個是瓶嗎 都是一句 這個窗口叫釘 小小的 如果你一滾著 可以放多一張床 如果你說做書房的 也挺不錯的 這個是衣櫃 這個房間也是有衣櫃 但是沒有窗的房間 就是叫釘 好了 煮一下房 看有沒有煮不煮人 因為只有人家房 我看到老婆也是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 對 哇 房間很小 大家看看 其實這裡 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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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雙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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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小的衣櫃啊 好可憐 然後就是我最喜歡的露台 出來吧 那個露台也蠻大 對 其實我看到這個屋遠的泳池 這樣吧 最值錢去那邊 就是去那個湖景 那我想問 不是全部都是 即是沒有整個都看著那個方向 如果是一房單位的話 其實是沒有的 即是不是說 始終這個湖景 其實在Downtown來說 就比較上是值錢的 那如果譬如在發展商的角度 是很少機會 會將一些比較小的單位 放在一個湖景 那通常那些 大概是兩房甚至三房 比較大一些的單位 才會放在一些 比較漂亮的位置 所以就這樣 用這個unit為例 譬如1加1就比較詳細 所以又會放在內圓的位置 不過當然 始終你有一個partial 呢 拿去看見 的話 也有一個賣點 這一棟的建築 即是這裡可以自己設一個餐桌 這樣 對 其實這裡真的很大 放在這裡 其實如果要留意 Condo來說 Downtown始終是 地點是比較貴一點的 通常它用料 都是會比普通的Condo 用得貴一點的 情況就好像 譬如有時候看一些Baseball 高一點 高身一點 就看下來 比較漂亮的 如果用廚房的角度來說 廚房 怎樣也好 在北美洲來說 都是一個最值錢的地方 因為為什麼呢 進來商店 沒有東西可以讓人看 就是看廚櫃 看你的廚房的步道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現在很多新的Condo 都有建築的appiances 不過這裡 就會再高級一點 就是給一些貴一點的 Wrap 加上Gas的樓頭 大家 例如香港人 就起碼有鑊氣 還有煮東西 會比較好 那這些叉樓煙機 會不會更好一點 就是因為零火 其實說真的 如果用香港煮飯的風格 如果說到有鑊氣 其實絕大部分 叉樓煙機的馬力是不夠的 好 對 如果你要煮到好像吃成這樣 那你一定要加一加 即將叉樓煙機 更改 不過問題 我就不會見個人這樣做 對 對 你說這裡是Downtown 其實我們來了多人多人 真的很久 我覺得Downtown的指標 對我來說 就是Union的station 那這裡走過去大概多久 就是Walking Distance 大概13分鐘 通常我們會建議客人買的時候 用Google Map 就放個地址下去 那你中間 即Downtown的地標在哪裡 譬如說Union 你就放下去 就用Walking Distance來計 那你就大概知道幾方便 因為始終你在Downtown 很多時候你都不會開車 那在Downtown 其實我也是來到才知道的 那在Downtown 是有一個in-door pathway 是可以貫穿 在Downtown不同的地方 這樣 那這個會不會都可以 冬天不用行出山外落雪 這樣可以13分鐘行到Union 這個建築就不在那個地址 那通常如果在購買 就是購買的關鍵 就最好出清楚了 那一區就在另一個地址 如果你需要去那一區置業 你就要出清楚了 那會不會那些是更貴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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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買樓就是很難 這個Union 是一定比那個Union 因為有很多因素在裡面 就以這個為例 就算是沒有Underground 或者Indoor的Pathway 你的湖境其實已經值得很多錢 所以你是很難 所有時候一開始都會跟大家說 買空樓的時候 一定要明白你的Union 你的建築 是為於哪個地址 是為於哪個地址 我們去簡單說一下 這間屋子有多大的錢 這間屋子有633呎 這間屋子有633呎 這間屋子有1% 加一個洗手間 我客人在上個月買的 價錢不斷公開 不過大概你可以用HIGH700 來做一個reference 這個價錢已經算是貴的 是不是 在Duntime來說 其實在Duntime來說 算是 都是算中上 始終它的樓齡大約是6年左右 加上現在這一區 是湖區 邊區 其實你看到的景色 比較少 大概都是比較昂貴的 因為你近住湖邊 還要是比較新的 也不是很多地方 那我想問 湖景是真的很值錢的 你用湖駕的角度去看 你覺得 其實如果用湖景來說 就是有少許特別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如果去Mid Town的地方 嚴格來說 你向南望都會看到湖景 不過問題是 因為Duntime 就是湖邊區這麼近 其實是有一個Premium 不過如果你說Premium是值多少 就因人而異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你的湖景的距離 第一 還有有湖景和沒有湖景的分別很大 所以很難會告訴你 湖景是值多少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湖景值多少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同一個屋苑 找一個有湖景和沒有湖景 差不多尺寸的房子 做一個分別 你去查一下 大概有多少 那就是一個比較準確的 Premium的價錢 不過其實 你大概檢查到 同類型有湖景的房子 大約有多少錢 就大概知道那裡 就是那個 unit 是值多少 你說這裡 633呎 70多萬 那是不是就這樣除回去 因為之前不是說 是德純用本職 是的 就是那個錢 就除回這間屋的尺寨 就是平均尺寨 這樣去解釋 有一點不同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如果你這樣脫掉 你會將 因為這個單位是 車位和電鎖卡的 你這樣脫掉 就會將 車位和鎖卡的價錢 然後再放進去 平均尺寨 通常在股價的角度 我們都會減回 那個車位的價錢 和鎖卡的價錢 例如這個 unit 是780萬 如果你完全不減 就會放進去 那兩個車位和鎖卡的價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概來說 單單一個車位 譬如說 $600 你就要減 $18萬 減$6萬 一個鎖卡 當作是$3,000 再減$3,000 才除掉到633呎 這樣 你就會得到一個 比較準確的 平均尺寨 我剛才說 要減車位 但之前說過 如果單單或mid-time 其實你買的房子 未必是包車位 是不是 你的空間是對的 為什麼呢 始終你 在中央和中央的市中心地区 有机会都会不包车位 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 而且就算是有的话 也不是那么多人需要 因为假设如果你说 你的办公室在对面上班 其实有个车位是很容易的 当然如果一个人是有机会 要放回车位 或者那个人很喜欢开车 当然会有个车位包 不过有些情况下就是 现在出去放门 你会看到有些是有车位 有些是没有车位 在下方和下方是比较正常的 譬如我有个车位 但我不需要的 我买了一间屋 但给他包买 我另外放租出去就可以 对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举动 因为有很多例如 我另外一个客户 我一个朋友在下方 买了一间车位 他最初结婚前就自己住 有个车位 之后他放租 他又放租 客人不需要车位 所以他就分开了 一个unit租出去 和另一个车位租出去 好像这样说 你的客人买这个单位 其实是 和自主租出去的 我想问 你能否租出去 因为你单趟 那些始终都贵的 那些楼价 Honestly speaking 其实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单趟的租客市场 比较难租出去 因为空置率都比较高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加拿大政府 刚风那关 有很多international student 或者new immigrant 都进不来 第二就是说 原本有些Airbnb的租 根本也是疫情的关系 封了的关系 这样就会逼得士 那些Airbnb investor 由短租变长租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 因为你lease term完了 即那个lease的合约完了 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公司有时删除了 亦都鼓励他们 Refat Home 那刚刚升完 他都不用去单趟上班 他没有机会 就move了上Hop Town 所以现在的空置率 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租不大 买一租出去 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都有风险 这一刻 我未打算回来加拿大的 我就想卖这间屋 想放租 之后才回来 在Downtown Condominion的市场也是 如果是疫情之前 是不是比较容易租出去呢 当然 疫情之前比较容易租 起码市场上的 supply 比较少 demand也比较多 Downtown 这些传统 上班 又或者去到大学区 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demand 其实那时候的市况 是比较容易租 已经很贵 在湖边 是否这个赤价 就是刚才减车位 Locker 除了多 这个已经可以算是 在Downtown区的指标了 yes and no 因为始终 大家如果开始 understand 这个多伦多的地理位置 其实Downtown 严格来说 有很多区 这边是湖边区 如果想上一点 根本还有很多区 可以给你选择 如果你完全是 isolate 这些factor 就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当你去Downtown 扣坏所有condo 甚至是freel 那时候 你都一定要去留意 你的物业 是处于Downtown的 哪个地理位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非常 仔细的 information 那我们再一次多谢 这家屋的屋主 和KC 借出这家屋主 给我们拍这一集的YouTube 而我所知 就是上次我们 搞多伦多提楼团 和这家屋主 都是为了准备回楼 而回来 去隔山买楼 买楼 因为在我的群里 真的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下一集 可否专提提 隔山买楼 可以 那大家也有兴趣 知道如何在香港 可以买到多伦多的楼 而你的人 是不需要飞回来 就订阅我的频道 该去摊一下咋啦